这里是缅甸北部 但却是缅甸管控不了的地方 这里深山环绕 又是几国交汇处 是不法分子的天堂 这里武装割据 每个山头都可能有不同的大 这里就是大家熟知的金三角 一个你来了 不一定回得去的地方 上期视频科普了棉被果干 菠菜叶在互联网上的套路 今天我们来聊聊棉被果干菠菜叶 套路了另外一面 所以接下来各位要把视频看完 首先我们来看看 他们在互联网平台里的资料 他们是如何安全的潜伏在 各大互联网平台里面的 果干的山果干的水 果干的姑娘也很美 我美吗 我美吗 刚才那段视频 18.6万人点赞 视频什么问题都没有 由于现在电影照片在缅北太严重了 直到昨天晚上 我把他所有的视频翻了个遍 终于翻到他真实的面目 当腾龙娱乐这四个字 清晰的出现在他衣服上的时候 原来他是缅北果干 腾龙娱乐赌场的宣传大使 腾龙娱乐是缅甸北部果干自治区 非常有名的赌场 众所周知 缅北是金三角地区黄独独电影诈骗 聚集地 中国每年流入缅北的非法资金越来越严重 其中电影诈骗为重中之重 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也在大力清扫这个毒瘤 偷渡棉北不回国自首 就注销户籍 紧接着公安机关采取的是断卡行动 首先要通过大数据 截断通往棉北非云栏手机号码 其二断的是电信诈骗涉嫌洗钱的银行卡 为什么很多人要选择偷渡去棉北 我觉得和隐藏在互联网上的这种人 有很大关系 赌场的营销人员为了获得粉丝 甚至去当地学校拍摄学生上课的视频 谁能想到这是赌场的营销方式 当然也值得小学生 当然这也不能怪平台的审核人员 人家棉北的人就是拍拍自己的日常生活 并不违规 只是隐藏的非常深而已 你很难想象潜伏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里 一个拥有22万粉丝的人 竟然是赌场的一名宣传大使 他究竟诱导了多少人偷渡到棉北 又害了多少人搞网络赌博而倾家荡产 这都是一个谜 在互联网上被诱导进入博彩平台的 赢钱只是一个过程 让你输得倾家荡产 妻离止善才是真正的目的 他们通常把目标称为猪 虚寒问暖就是养猪 取得信任后就着手下一步杀猪 在骗局真相大白后 当你奔上巨额债务的时候 你只能以泪洗面 不要随意点开博彩类APP不明链接 不要访问类似赌球博彩等网站 不要听信对方的诱导 去操作一些所谓的高回报的投资平台 游戏平台 赌博平台 警方上当受骗 不要去灭电北部 一个混乱的地方 那里充滞着毒品交易 网络赌博 电信诈骗 我都会去灭电